你知道吗这条新闻很大哦 澳大利亚的工商代表团去访华 哇这个是在中澳啊 这么几年有新节以来呢 试出了一个善意破冰了吗 4月23号15名澳洲企业的高管 还有地方的官员到香港 到天津到深圳去 这是三年来第一个在澳洲政府 支持下访华的代表团 有人分析这就是北京跟坎培拉 外交解冻的最新迹象 据说接下来呢 还有更多的官员开启访华排队模式 比如说啦澳大利亚旅游局局长啦 西澳大利亚的州长啦 维多利亚州长 昆士兰州的旅游高层代表 大家会发现哦 中国的市场真的非常的大 大到呢 澳洲尽管呢 在军事上 还是follow美国走这个抗中路线 但是啊 商人就很诚实嘛 这个中国市场我们真的不能丢啊 中国2022在澳洲的投资哦 增加了143% 达到了14亿美元 尤其是在中国的鲍五钢铁 投资了10亿美元 在开发西澳洲的铁矿石 舰长 澳洲是一个非常特殊的国家 我在CTI Talk曾经专门讲这个话题过 那今天我简短的说一下 首先我让大家看一个图哦 澳洲它最特殊的地方在这里 因为有些人可能不太了解这个澳洲的 这个地理位置 请这个拉近一点看看啊 这是澳洲 澳洲在西派平洋的最底下 像这里就是什么菲律宾啊 什么印尼啊 什么一路上去 我们台湾在这里嘛 日本啊 南韩在这里 记住啊 所有这个区域 包含甚至 这是赤道以南 所有区域 记住啊 这是唯一的白人国家 记住啊 唯一的白人国家 他旁边还有一个纽西兰啊 其实纽西兰是跟他一样的 他是当初英国的犯人 200多年前开始移民的 就这个位置 他这个国家土地是台湾的213倍 然后人口呢 跟我们差不多 你就可以知道他大到什么地步 就人很少 他中间几乎全部是 没有什么人住的 那他最特殊的地方 就是他在这么长的时间里面 他跟美国有一个 真是一个信心相应的 不晓得那种那些关系 到什么地步呢 在二战的时候啊 大家记不记得 日本曾经占据过 马来西亚这些 要他们橡胶啊石油 他同时也把澳洲的 北部占领了 他在澳洲成立了一个 集中领诱 关了两万四千人 结果八千多个 澳洲人被他给折腾死了 结果迈克阿瑟 是不是从菲律宾退出来 这样一路打回去的时候 澳洲那时候 全国人口是七百人 你知道多少人 跟着迈克阿瑟 一路打回日本 九十五万人 八分之一 以台湾经验人口 就是说有一天 如果说美国跟哪里打 我们派出三百万人 跟着美国去打 你就知道 澳洲跟美国的关系 铁到什么地步 接着韩战 他派了两千多人 越战他派了八千多人 都死了将近死伤 百分之四十 任何时候 只要有美国大军 回去哪里 第一个跳出来的 支持的 而且参战的 就是澳洲 到今天一直如此 澳洲是整个西太平洋 尤其在南边 美国的管家 他自认为自己是 小美国 他对附近 我跟你讲 他不是很尊敬的 他记不记得 他当初我在小学读书 我就知道有个白澳政策 不准别人移民的 他们一开始移民的时候 澳洲原住民有五十万到一百万 现在去年的民调 百分之七十五是白种人 你知道原住民剩多少 六万不到 百分之九十九不见了 你就知道这个国家 是如何看待他们自己 以及他们的行为是什么样子 不管两岸谁 你真的要小心这个国家 这个国家是 现在为什么这么好 有钱可使鬼推破 去年全世界跟中国大陆做生意 赚钱赚钱 最多的那个国家叫做澳洲 赚了六百零九亿 那我们台湾是将近一千六百亿 远超过 但是我们因为台湾不叫国家 所以没有列入那里面的国家 否则我们是远超过全世界第一名 大概两倍三倍 那澳洲一定要特别提防这个国家 将来他可能是我们最大的一个 这个心腹之患 但蔡委员为什么澳洲都是心口不一呢 一方面想赚中国的钱 但是呢 这是要还是要展现一下 这个忠诚度给这个美国看吗 最近澳洲政府 他们公布了一份国防战略评估 从防御型 接下来他们要变成进攻型 但是很奇怪 谁要打澳洲呢 有必要变成进攻型吗 那要打谁呢 另外这份报告里面提到了中国威胁九次 他们就宣布说呢 他们现在要来军改了 然后变成进攻型的 要加强陆军的远程打击能力 要来买这个海马斯 那海军的部分呢 AUKUS给他们建议嘛 你要有潜舰啊 所以呢他们要采购八艘的核动力潜舰 东部还设立了 刚这个帅将军有说嘛 如果没有这个基地的话 怎么停潜舰所以呢再花钱再盖潜舰 这个国家的国旗虽然是 左上角挂着英国的国旗 事实上应该改成美国的国旗 比较适合一点 因为它是美国的反蜀国 有那么多星星吗 星星也可以照常摆 这个美国的反蜀国啊 它的确在政治上会相对的 会有摇摆现象 因为它在地理上 它是属于大洋洲 我们讲大洋洲 讲的就是它跟纽西兰 还有很多的小岛 可是它在人种跟成分上 它自己觉得它是白人的国家 然后它认为它的最大的 这个安全保障 它之所以能够在这个 地球的南半边耀武扬威 对着这个印尼这个刺炸风铃 就是由美国当背景 所以印尼跟它的关系 一直搞不好 那印尼一直相对的 在军事上是弱势 那印尼人口多啊 你澳洲人口就是 那个三千万人口吗 印尼多少 两亿 对 所以澳洲一直担心说 哪一天印尼的人 往那边冲的话 澳洲可能不一定撑得住 所以它有一个屏障 就是美国当保护伞 那当保护伞 你自己要当人家的看门狗 那你就要自己买狗粮 这谁讲的 米瑶讲的 跟台湾一样买狗粮 所以它就是跟那个什么 跟那个狗主人 那去买那个什么 核能潜水艇等等 它已经形成了一种 社会上的传统 所以当美国在开始反中的时候 澳洲会反中的相对比较积极 像我们新疆棉花 都是澳洲人搞出来的 澳洲很多的研究单位智库 基本上都CIA的外派单位 因为那个地方 唯一对CIA接纳度最高的 大部分的国家 对CIA的各种机构怀疑的 但是澳洲 几乎什么情报机构 全部是CIA外围设立 美国军火商的 敲锣打鼓的 那生态是如此 可是企业界跟商界 又另外一件事情 它跟美国经济上 是没有互补的 它没有什么东西 要大量卖到美国去 美国也没有什么 大量跟他买 所以两边的贸易 一直维持 就是很平常的 好像就是隔壁铃鸡 到7-11 随便买点东西 那种性质而已 你不会买太多 可是澳洲什么时候开始崛起 澳洲现在的GDP 大概一兆五千亿 一兆五千亿 是台湾的两倍 台湾大概是八千多亿 为什么成长这么大 因为它有很多的资源 铁矿 煤炭 大概这些东西很多 那这个在中国崛起 是中国需要的 而且是什么 运输距离又不远 至少比东东近 所以在这种情形底下 靠着中国崛起的过程里面 他赚了大财 不然以前澳洲是很穷的 澳洲很穷的 所以这个 你只要看在早期一点 我们年轻时代 看到澳洲的电影 都用那种金光眼睛 在看美国 美国是老大 美国是无比的崇敬 现在稍微这个 所得跟美国很接近了 就是因为中国截取 让他赚了很多的钱 所以变成一种双元国 他在经济上必须轻忠 他在这个国防策略上要轻美 以前中美关系不错的时候 他如鱼得水 现在中美关系不好的话 他两脚跨两条船 你下载中天新闻网APP了吗 我想和你分享一个 下载中天新闻网APP 很重要的理由 专家说美国要把台湾乌克兰化 用大陆打台湾来牵制大陆发展 这些利美不会告诉你中天会 如果你不要战争 要和平 你需要正确而且权威的 国际资讯和情绪分析 请立刻下载中天新闻网APP 和我们一起守护台湾 多一个下载就多一分力量 他会带下载中天新闻网卡 请不吝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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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赞